作词 李宗盛 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这样的心情难道你真的不懂 寂寞每个人都有 只是说不说的出口 所以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并不想改变生活 也不愿意 一个人走我 所以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在这一天的尽头 又有一点真实的感受 你俩跟雪儿结婚了 是吗 小伟 雪儿原来跟我一块来看 我们都很关心 希望将来我们都能够做好朋友 小薇 希望你不要自暴自欺 你出去 你出去 路透师 你走 我们家小姐不见你了 你出去 你不要再来我们家了 你不见了你 走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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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他不肯见你 我不怪他 我不想伤害他 可是伤害已经造成 你知道吗 我多么想把他脱离那个间 可是每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我到返向 把他推向更深的死角里面去 看他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你不要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 当初 你那样疯狂的追寻我 我亲眼看到 我也感受到你的痛苦 我也曾经有过罪恶感 可是后来我想通了 爱情 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 我爱你 我就跟你同甘共苦 如果再怎么样 我都不爱你 那也只有自己就自己了 你分析事情 一向都那么冷静 你不要忘了 我姓米 我从小接受这种训练 我很幸运 由于你那么冷静 选择了跟我同甘共苦 我想 如果你妈咪也能够祝福我们的话 我可能是天下最快乐的男人 你太贪心了 我妈咪不会那么容易妥协的 没有关系 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他磨 只要我们两个是一条心 我先回家去一趟 今天我要跟我妈咪的安排 你终于想到要回家了 我是回来告诉你 我跟忠实定好的日子 要结婚了 我不准 我只是回来告诉你一声 您准或是不准 没有您的祝福 我跟忠实都要结婚的 我不准 你就结不成婚 不相信 你就试试看 我知道您跟常叔可以呼风唤雨 你常叔已经回美国了 他为什么要找 那不关你的事 没有你常叔 我一个人也可以阻止 除非 只要妈咪不横加阻扰 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出来好了 除非你交出 你藏着的那颗叶明珠 然后妈咪就答应我们的婚事 你不会食言也绝不反悔 你什么时候见过妈咪 说话不算话 你什么时候见过妈咪 做过反悔的事 你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如果真心要找一个人的话 不会找不到的 你回家睡觉好不好 看你醉得站都站不稳 不 我想要跟你说话 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雪儿 我可以发誓 我绝对不会做别的事情 我只要说完话 我一定就走 我给你倒杯茶让你洗净酒 不 雪儿 我不要喝水 我只要问你一句话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铁定要加陆中石了吗 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你说 这未明太不公平了 我还没开始跟陆中石竞赛 我就已经注定要被淘汰 我说的不甘心 你清醒一下好不好 你没有输 你们根本就没有竞赛过 因为我爱的一直是陆中石 我信 你在骗我 你仔细地看看我 用心地看看我 你真看不出 我不比陆中石 爱你爱得更甚吗 弄完了就请你出去 雪儿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冒犯你 我是在情不自禁 雪儿 你不要赶我走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你一时还不肯爱我 但是你起码 给我一点友情 多关心我一点 听我素素苦吗 我没有人可以说话 我觉得好心虚 雪儿 我从前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情 都比人家强 但是遇见你以后 我做的每件事情 都处处不如人 处处落下风 就连爱上你 我都得不到回应 我到底 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对不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家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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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你喝醉了 請你走的時候把門帶上 謝謝 家綺 昨天晚上你喝醉了 好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艾夫人啊 在美国偷我叶明珠的那个人 我看过你的照片 老陆 你正好说反了 是你偷走了我的叶明珠 那你是雪儿的母亲 常贵的新主子 倒杯茶给我 老陆 你如果是来谈钟时跟雪儿的婚姻 那 我是来谈二十年前的往事 如果我记得没错 不过 当年你跟小倩结婚 艾玲不但把她的坐车 借给你们去度蜜月 还帮你布置心房 布置一切 她对你好 只是因为她信赖你 没想到你为了一颗叶明珠 居然背叛了她 你 你是谁 你 你到底是谁呀 我是艾玲的好朋友 不 不可能 当年的事除了夫人 没有人知道这么清楚 你 你 你是夫人 你的声音 相貌举动都不像啊 你为什么要冒充夫人呢 你以为这样能吓倒了我吗 你认识这个东西吗 你认识这个东西吗 这谁把她扯破了 这是我送还余大德的 怎么会到你手上来 这块毯子 既然是包陆忠实的证物 那么米艾玲跟于大德 就应该各自保留一半 因为 陆忠实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 你是夫人 你 真的是夫人 我只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偏偏 我又知道了很多的秘密 所以我一定要连夜赶来 阻止陆忠实跟雪儿结婚 你 你为什么要阻止呢 这你还不懂吗 雪儿是艾玲的独生女 陆忠实是艾玲跟于大德的私生子 他们两个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他们不能够结婚的 明明之中 真是有英国报应这位事 但是 当年 你们三个师兄弟 艾玲对你最好 可是 你最让她伤心 没想到 在那个大风雪天里 在街边 你又救回了她的儿子 把她养大成人 你现在可以说是功过相抵 艾玲如果地下有之 她会原谅你的 夫人 真的 不在人世了 那 你说的 所有一切 为什么 就像你亲眼看见的一样呢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为善作物 别人早晚都会知道的 我能告诉你的 也就是这些 该怎么做 你自己心里很明白 我今天到这儿来的是 不准告诉任何人 等等 雪儿 真的是夫人的骨肉 爱玲临终的时候 把雪儿托付给我 要我把她教养成人 将来好替爱玲报仇 没想到这个丫头 居然会让路中石给你一声 要我把她教养成人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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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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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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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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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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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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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